大家都知道,我们学佛人应该做到五届 那么在五届当中呢,有一届叫妄语 妄语呢,实际上就是撒谎 很多人说,我不伤害别人 我说妄语,这是不是有业障 大家想一想,一个人就算你没有伤害别人 但是你只要说了妄语,在你心中已经有业障了 不是说你今天伤害不伤害别人 因为你的起心动念,虽然可以影响你的业障大小 但是说妄语,毕竟还是一种很大的罪念 所以台长经常说,不要对别人说妄语 因为妄语就是欺骗自己,根本不能欺骗到别人 因为说妄语的人,当他一旦被人家知道了 给自己带来的就是无尽的后悔 和让人不信任你,和看不起你 所以我们今天学佛人 不要去伤害别人 首先就不能说妄语 因为说妄语就是你在伤害别人 你们想想看 如果你是一个学佛人 满嘴谎话 你能学得好佛吗 所以做人要学会 对不起,做错了 念礼佛大忏悔文 因为任何一个妄语 都会让自己已经破烂不堪的心灵 受到更多的伤害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 做人就是改变 妄语就是把自己未经证实的言论 也就是说没有得到任何信息 在外面乱传 有的是为了蒙骗别人 有的是为了让别人来憎恨他人 起到两舌 所以因果报应 大家都知道 丝毫不爽 所以要和别人接善缘 首先不能跟别人说谎 我们这个人 越说谎 心里越穷 所以说谎的人 首先心中不是富有的 说谎的人 心里已经穷了 你就是再有钱 你也是被人家看不起的 所以我们学佛人 就是要懂得 实事求是的生活 一辈子不欠别人的 踏踏实实的 养成好的习惯 对人间一切 贪婪 称恨 嫉妒 无耻 就是不该你的东西 你非要把它夺过来 想一想 这些难道 不是你心中的业障吗 欺骗别人 就是伤害自己 所以希望你们 所以希望你们 要懂得 做人 要消掉业障 要对得起别人 如果我们做错了 就是要马上改正 用谎话 来把自己 膀塞 这个本身就是 做了不如理 不如法的事情 所以希望你们 要想 心中 舒服 就不要说谎 一点错 可能在你的忏悔当中 很快就没有了 但是 当你在说谎之后 打妄语之后 你的心 全面被封锁了 你的意 会变得非常的痛苦 你好像 能够暂时的缓解 但是 只是包不住火的 最后 你一定会被人家发现 你的人格 就开始走向 下坡路 所以 只有学菩萨 不去妄想 不打妄念 心中才会清净 意念才会干净 这 才是学佛人 应该做到的 不打妄语的 一个 基本原则 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 度人 要 有 慈悲心 如果 你想度他 你自己 一定心中 要有 慈悲心 我们 除了 慈悲心 还要有 洗手心 欢喜心 我们 做人 要 欢欢喜喜的 舍出 开开心心的 帮助别人 慈悲的 去救度众生 一个人 有慧根 他就会有 度人之心 一个人 有慧命 他才会 具有 慈悲之心 所以要具备 菩萨 心 常 要懂得 人间 菩萨 具有 菩萨 慈悲 心 常 人间的 菩萨 没有 称恨 行 人间的 菩萨 是一种 精进 努力 行 所以我们 要求菩萨 给我们 开智慧 而是一种 精进 上 进的 一个心情 所以 人 不能有苦恼 不能有 烦恼 否则 你会 慢慢的 堕落到 五欲六层当中 慢慢的 把一个 好好的 菩萨 变为了 一个 没有 境界的 凡人 因为人会 着相 所以 因为人 有感情 所以要 把这些 相 全部 去掉 否则 我们就 很难 达到 空思 相 空思 相 就是金刚经 常说的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简单的讲 就是心中 不执着 平等 行 正无空行 就是明白 所有的人 都是菩萨 所有的一切 都是 人间的 不圆满的 一个根基 管住自己的心 守住自己的戒 心中 就会得到圆满 我们一定要 以他的 因缘 而生灭 就是 不要 随随便便的 起了 称恨心 用平衡心 去度别人 你就会 拥有 菩萨的情 所以 度别人的人 心要不动 我们今天 要去度别人 我们的心 是要 如如不动 要 管住你的情 管住你的心 就能管住 你的缘分 所以 菩萨 让你们 管住 你们的缘 一动 感情 接下去 这个缘 就会一直 延续下去 只要有缘 它就会产生 很多的烦恼 所以 缘分 就是烦恼 因为有缘分 所以 才会产生 更多的烦恼 我们 要把 恶缘 去掉 保存住 善良的 善缘 这样 才会 去除 烦恼 所以 修行 要从 修物 智慧 来 绝受 证悟 法会 也就是说 要开悟的 人 才能 证悟 与 希望处 强加分别 执着 就是业障 也就是说 当人的心 与不正 的时候 有一些 负能量 主宰 你的心 的时候 我一定要去做 一定要去得到 这些欲望 你就是业障 所以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与其 要 终有一天会放下 还不如早点把身上的包裹放下 让心 活得踏实一点 活得 能够 佛性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